大家好,今天我们将讨论一项正在改变未来出行方式的技术,自动驾驶。 作为一项颠覆性技术,自动驾驶不仅将彻底重塑我们的驾驶体验,还将为相关产业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 从特斯拉引领的Robotex C到全新的智能座舱系统,自动驾驶行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那么,自动驾驶究竟如何发展?它会如何影响我们未来的出行方式呢? 今天我们就从自动驾驶的技术突破、市场发展趋势、核心零部件的创新以及行业未来的发展机会等方面来深入解析这一变革。 自动驾驶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全球范围内,自动驾驶乘用车的销量和渗透率正不断攀升。 根据行业数据预测,从2024年到2028年,全球自动驾驶乘用车的年负荷增长率预计将达到6.5%。 而中国市场的增速更是亮眼,渗透率预计从83%增长到93.5%。 这一增长背后,不仅有消费者需求的推动,还有政策法规的逐步支持。 我们可以预见,自动驾驶将在未来10年内彻底改变出行方式。 以特斯拉为代表的电动车厂商,正在加速这一进程。 特斯拉的Robot Taxi计划,预计将在2026年开始生产,并于2027年实现量产。 通过对自动驾驶技术的持续投入,特斯拉不仅重新定义了电动车,还在智能驾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实际上,特斯拉的Model 3和Model Y已经具备了无人驾驶所需的硬件条件,只带软件和法规的成熟。 然而,自动驾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驾驶辅助系统,它涵盖了从L0到L5的不同等级,具有不同的自动化程度。 L0代表完全由驾驶员控制,L5则是完全无人驾驶。 自动驾驶等级的提升,意味着汽车能够在更广泛的场景下,实现更高水平的自动化。 从高速公路到城市街道,从辅助驾驶到完全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将逐步覆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让我们来进一步细化一下自动驾驶的分级。 不同等级的自动驾驶,代表了不同的技术挑战和发展阶段。 L0无自动化在这一阶段,车辆完全由驾驶员控制,没有任何自动化功能。 L1驾驶辅助LE级别的车辆配备了单一的辅助功能,比如自适应巡航控制或车道保持系统。 这些功能通过减少驾驶员的操作,提升了驾驶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L2部分自动化L2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实现部分自动化,如自动巡航和自动跟车。 驾驶员依然需要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并随时准备接管驾驶任务。 L3条件自动化L3级别的车辆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如高速公路上实现完全自动化驾驶,车辆能够自主完成行驶任务。 驾驶员可以在车辆处于自动驾驶状态时做其他事情,但仍需时刻准备接管控制。 L4高度自动化L4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可以在特定区域内实现完全自主驾驶,驾驶员无需干预。 即使遇到复杂情况,车辆也能自行应对。 L5,完全自动化L5级别的车辆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进行完全自动驾驶,无需驾驶员干预,也不再需要方向盘和踏板。 车辆能够独立决策并执行任务,甚至可以进行复杂的城市驾驶。 在自动驾驶中,车在摄像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们就像汽车的眼镜,负责感知周围环境、识别交通标志、行人、车辆以及其他障碍物。 随着自动驾驶等级的提升,车载摄像头的数量和技术要求也不断提高。 从L0到L5,车载摄像头的数量不断增加,功能也不断升级。 L2级别的车辆通常需要3到8颗摄像头,分别负责前视、后视、环视等功能。 L4、L5级别的车辆则可能配备8到16颗摄像头,以提供更广泛的视野覆盖和更高的精度。 另外,车载摄像头的像素也在不断提高。 例如,特斯拉、蔚来、小鹏等厂商一开始采用8MP像素的摄像头。 相比传统的12MP像素摄像头,8MP摄像头在探测距离、视长角以及光线处理等方面表现更加优越。 符合高阶自动驾驶的需求。 随着自动驾驶的普及,车辆中需要处理的数据量也呈现指数级增长。 每一辆自动驾驶汽车都需要大量的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以支持其感知、决策和执行系统。 因此,存储芯片在智能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自动驾驶等级的提升,对存储芯片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在L1、L2级别、DRAM和NVND存储的需求较低,容量要求也不高。 到了L3、L4,车载存储的需求大幅提升。 DRAM容量可能达到6-12GB,而NVND容量可能达到128-512GB。 L5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需要更大容量的存储芯片。 DRAM可能超过20dB,NVND存储容量也达到1TB以上,以处理更复杂的任务和更大规模的数据。 自动驾驶中使用的存储芯片不仅需要足够的带宽来支持数据流的快速处理, 还需要高可靠性,以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正常工作。 无人驾驶车辆不仅需要能够自我驾驶,还需要解决无人充电的问题。 当前,特斯拉和其他车厂正在积极研发无线充电技术, 这项技术有望在未来替代转统的充电桩。 无线充电的核心原理是通过磁场共振将电能传输到汽车的接收设备。 与传统充电桩相比,无线充电具有更多优势。 便利性,车主无需下车插拔充电线,只需将车停放在无线充电区域,即可自动充电。 未来发展,随着无线充电技术的不断进步,功率将不断提升。 研究团队已成功开发出功率达到100千瓦的无线充电设备, 未来有望与直流快充装的功率相媲美。 虽然无线充电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成本较高, 但随着技术的成熟和规模化应用, 它将在未来几年内大幅降低成本,逐步替代部分传统充电桩。 在自动驾驶的背后,是强大的计算能力。 SOC作为智能驾驶的大脑,负责处理大量传感器收集的数据, 并进行决策、规划等任务。 与传统的MCU相比,SOC拥有更强大的计算能力, 更高的能效和更高的集成度。 SOC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小算力SOC主要应用于L0、L2级别的辅助驾驶, 计算能力较弱,但满足基本的驾驶需求。 中算力SOC应用于L3级别的自动驾驶, 可以实现高速公路自动驾驶、城市记忆NOV等功能。 大算力SOC用于L4、L5级别的无人驾驶, 支持高度复杂的行车决策、环境感知和自主导航。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 SOC的算力需求将继续攀升。 未来几年,SOC的市场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智能座舱是智能驾驶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负责提升驾驶员和乘客的出行体验。 通过人机交互、网联服务和场景拓展, 智能座舱正在不断丰富汽车的功能。 智能座舱的核心技术包括, 人机交互通过语音识别、触摸屏、 手势控制等方式实现人与车辆的智能对话。 网联服务将车载信息系统与智能手机、 云平台等连接,实现数据共享和远程控制。 场景拓展通过AI技术,智能座舱可以根据驾驶员的需求。 提供个性化的驾驶体验, 如智能座椅调节、自动空调控制等。 数据显示,2022年, 中国市场智能座舱的渗透率已经超过60%, 而全球渗透率则为55%。 未来,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推进, 智能座舱的渗透率将进一步提升。 在智能汽车中, 印刷电路板是非常关键的基础设施。 PCB是所有电子组件的连接平台, 确保数据的稳定传输和电气信号的准确传递。 随着汽车电气化程度的提升, PCB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汽车PCB主要有三种类型。 多层板用于复杂电子系统, 如ADVS车载娱乐系统、车载通信等。 HDI板用于视觉传感器、激光雷达等高频数据传输领域, 是自动驾驶中最重要的PCB类型。 软板用于连接电池单元、显示屏等狭小空间, 具有弯曲和柔韧性。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PCB在汽车中的用量将持续增加, 尤其是在智能座舱和ADAS系统中的应用, 将成为PCB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自动驾驶的快速发展不仅仅是技术创新, 它还带来了丰厚的投资机会。 根据产业链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多个领域的投资机会。 车载摄像头, 随着高像素摄像头需求的增加, 维尔股份、斯特威、格科威等公司表现出色。 存储芯片、赵易创新、北京军政、东芯股份等公司是车载存储领域的重要玩家。 无线充电模组、力讯精密正积极布局这一领域, 未来有望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 智能座舱、德赛西威、赵威基电等公司已经在智能座舱技术上取得领先。 随着自动驾驶产业链的不断完善, 这些公司将受益于行业增长, 未来的投资前景非常广阔。 自动驾驶不仅仅是一项技术革命, 它更是对我们出行方式的彻底改造。 从特斯拉引领的Robot-Taxi到车载摄像头、 Sock芯片、智能座舱等技术的不断突破, 自动驾驶行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我们可以预见, 未来的道路上, 无人驾驶的汽车将成为常态。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吧。